少说少管就是福 我们一起来听 人生在世 很多事不是你努力就能做到 一些人不是你讨好就能取悦 我们掌控不了他人 也改变不了事实 唯有做好自己 少管别人的闲事 少说别人的闲话 生活中有些烦恼 是自己想的 人生中有些麻烦 是自己惹的 很多事情不必插手 一些人无需过问 把自己管好就行 别人如何与己无关 别人怎样何必干涉 做人少说不是哑巴 是一种智慧 少管不是懦弱 而是一种选择 少说不惹祸 远离纷争 少管不昭黑 宜然自得 只有做到少管少说 才能有机会得到福报 生活中 闲言碎语 始于小人 流言蜚语 止于智者 闲话少说 对别人是尊重 闲事少管 对自己是保护 与其说闲话 管闲事 给自己和家人 带来麻烦 还不如闭上嘴 挽住手 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与人相处 不要评论他人 指责别人 因为你不知道 人家经历过什么 说话三思 为人考虑 嘴下留情 就是饥口德 不管闲事 就是留退步 为人一场 来事一遭 踏踏实实地过 才是目的 安然无让地活 才是胜利 管好自己的嘴巴 不该说的 只字不提 不该管的 绝不插手 装聋作哑 糊里糊涂 不去过问 谁对谁错 沉默不语 啥也不说 谁好谁坏 放在心间 人生很短 余生不长 好好做自己 安静地过日子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该歇歇 别人的事情 不管不问 自己的事情 用心做好 不管不问 身心不累 少管少说 就是福气